今天我们分享三个可以免费使用GPT-4 以及Door13的地方 赶快收藏起来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免费使用GPT-4 以及GPT-3.5 那么还有支持AI绘画的Door13 以及能够识别图片的GPT-4V 等等之类非常多的应用 那么也可以扮演个角色 我让他扮演科学家只回答我一个宇宙方面的问题 以及科技方面的问题 那么他就回答我 他是一名科学家 他只回答我宇宙方面的奥秘以及科技现象 那么他的地址我会放在里面下方 我们来注册一下 首先点击这里的注册 注册的话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用谷歌邮箱来进行登录 或者是我们输一个手机号码 这边可以输入一个加巴拉的手机号 当我们填写我们的手机号之后 我们点下面的按钮 接着他会给我们发个验证码 然后我们输上我们的验证码 然后这里让我们设置一个用户名 这边我们就随便填写一个 然后点击下一页 然后我们在左边可以看见 有个人以及机器人 还有插线工作流 我们选择一个机器人 接着我们选择一个创建机器人 那么这边的机器人名称 我们可以输入一个中文的名称 也可以输入一个英文的名称 这边我们就随便输入下 下面可以写一个描述 也可以不写 之后呢我们点击确定 那么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已经是创建完成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GPD-4 这里面可以进入设置的 比如说模型配置 那么第一项就是选择我们的一个模型 这边我们可以按键 OPI的GPD-4 它是上下玩可以支持8K的 那么GPD-3.5 它是可以支持上下玩16K 这边根据这个使用情况 就进入选择 那么这边我就使用GPD-4 8K 然后下面这些参数 你可以根据这个使用情况 去进入选择 这边的话我就进入摸认就行了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预览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使用的就是一个GPD-4模型 这边可以看见 人工智能 未来会怎么样 它也是回到了我们 未来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然后中间的一个插件 我们来选择一下 那么进入之后我们可以看见 有D3 D3以及GPD-4V 还有GetUp 下面还有一个bin 等等之类的 以及Twitter 这边我们可以看见 还有简印啊 可以看见 它支持种类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我们这边就随便选择一个 选择一个D3 然后选择后面 就可以看见 我们的D3已经是使用上了 现在我们来问它一下 帮我画一幅画 这边就可以看见 它已经是调用了D3了 当然我这边没有给它提示词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画出来 哦 它已经是帮我画出来了 可以看见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这幅画的效果也是比较独错的 然后接着我们再给它提示词 宇宙飞船 在太空中航行 我们可以看见太阳 画质是高清 我们看它能否画出来 然后下面就可以看见 它这边使用的是D3 已经是画出来了 哇 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宇宙飞船 我们可以看见太阳 画质那是高清 它都详细的给我们描述出来了 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Copilot已经是做成了一个独立的APP 我们可以单独进行下载使用 那不管你是安卓手机 还是iOS苹果手机 或者是我们电脑上网页版也是可以的 我们安卓用户 我们需要去到谷歌配列当中 去下载 那么这边可以看见Microsoft的Copilot 在下面我们可以看见 由最新的OpenAI模型 GPD-4 那么以及Door13提供支持 并且那是一个完全免费的 如果说你是iOS用户 我们可以在苹果的App Store里面 去下载 那么它是能够支持iPad 以及苹果手机的 在下面同样可以看见 它是由OpenAI模型 GPD-4 以及Door13来提供支持的 并且也是一个免费的 那么我会把它们链接 都放在影片下方 那么我现在就以苹果手机为例 我们来进行演示 安卓手机的话 我们直接去Google Play当中 去下载就可以了 那苹果手机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美学ID 才能进行下载 如果说你不会注册 可以看看我们影片右上角 或者是影片下方 有一个详细的注册美学ID的教学 当我们注册成功之后 我们去到我们的苹果应用商店 那么这边就是一个美学应用商店 我们在这里输入Microsoft Corporate 那么在下面我们就可以看见 Microsoft Corporate 打开之后我们点击获取 来进行下载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看见 这边就是Comparate Apple的一个界面 它跟Nubin呢 还是有点区别的 既然它单独做出一个Apple 它的功能呢 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别 我们先来体验一下 那么当我们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首先不要去打开Comparate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科学商务环境 这边新加坡的美国呢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边我们就连接一个 接着呢我们打开Comparate 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见 Comparate你的日常AI助手 接着我们点下面的继续 如果说你出现这样的界面的话 那么使你的科学商务环境 是不支持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已经来到 全新的Comparate当中 其实呢我们不用登录 也是可以进行提问的 只不过呢在下面可以看见 登录呢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 并且呢进行一个更长的对话 所以说我们主要登录一下 登录按钮呢 我们在我们的左上角 有一个登录我们可以看见 这边我们使用微软账号来进行登录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是登录成功了 那么接着我们可以看见 使用GPT-4 我们要打开这个按钮 那么也就是说 他现在使用的是GPT-4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提问了 我们现在来问他一下 你好 你可以为我做什么 我们点击发送 那么他回答我们 我可以和你聊天 也可以帮你创造一些有趣的内容 比如说诗歌 故事 代码 歌曲等等 同时呢他也可以帮我们射手网页 图片 以及新闻 或者是描述我们上上的图片 那么现在我们来让他帮我们画一幅画 画一幅 宇宙飞船 可以看见太阳 以及月亮 我们点击发送 我们看他能否帮我们画出来 他说好的 我会为你尝试 创造这样的一幅画 这边我们就稍微等待一下 就可以看见图像这样的生成 待会了图片 就会显示在下面 下面有个沙漏 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可以看见 他是给我们画了四幅画 那并且在下面有个提示 由Dol13来提供支持的 那么首先 不管你是iOS手机 还是安装手机 我们都需要去到我们的应用商店 去订个下载 iOS手机的话 我们在iPhone Store里面去订个下载 那么安装手机的话 我们在谷歌Play当中去订个下载 那么我这边就以苹果手机为例 我们来进行演示 首先我们去到我们的iPhone Store 那么苹果手机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外区ID 才能进行下载 我一边下方呢 有一个详细的美区ID多数小学 没有美区ID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当我们做成功之后 我们就登录上美区ID 我们这边来进行搜索GPT4 然后我们往上滑动 然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 并拆的GPT4 那么这个就是无论官方的GPT4 接着我们点击下载 当我们下载完畅之后了 我们就回到我们桌面上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 我们的桌面上做出了一个bing 我们先不要早就打开它 我们需要去连接一个客业上的环境 这边我使用的是小火箭 那么你也可以使用其他的 首先我们打开小火箭 这边我们选择一个美国的 点击连接 那么连接之后 我们再打开bing 我们可以看见 由AI和GPT4提供的支持的并应 接着我们点击下面的蓝色按钮 有问题尽管问我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 我们的下方有一个聊天按钮 我们来打开 打开之后我们就可以看见 AI支持的网上助手 然后在中间我们就可以看见 使用GPT-4 那么这个按钮我们可以打开 那么也可以把它关闭 我们打开的话 它下面会有一个提示 很好这是GPT4 在发挥创意的同时 响应速度可能会变慢 你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就是说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一个GPT4 下面有几个按钮 第一个是一个新建窗口 就是我们重新打开的窗口 中间是一个语音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说话了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照相按钮 以及最后面 就是我们的输入对话框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输入一个文字 比如说你好 给我画一幅画 我们就说简单一点 跑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然后旁边有树 我们这里发送 我们看它能否帮我们画一幅画出来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看见 它已经是给我们画出了四幅画 我给它提的要求是 跑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那旁边有树木 这边我们可以看见 每一幅画它就符合我们的要求 所以说它是完全能够理解我们的意思的 而且下面可以看见 它是由Door13来提供的一个支持 所以也就是说 它跟菜GP上面的AA绘画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在这三个地方呢 我们都可以使用 GP第4以及Door13的AA绘画 对用普通用户而言 它们是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个需求的 从而大大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好了如果本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记得点关注 这里是科技的一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